嗨大家!這是我又是我,柔文煌 在我開始之前先讓我自我介紹一下 我們叫柔文煌,我是一個作者、靈性教練跟靈媒 今天跟大家討論的話題叫做 你為什麼要一直說抱歉? 為什麼這個話題產生呢? 版主我啊其實啊還沒有搬到加拿大以前 從來沒有發現過自己有多麼常說抱歉 這個話什麼意思呢?這個基本上就是說 我覺得可能是一種亞洲文化的屬性還是個性 讓我們在日常生活裡面其實很常跟人家說抱歉 如果你沒有意知道的話你應該有發現 啊撞到人家啊對不起,如果不小心要發現啊對不起 啊如果不小心請人家讓開一下 啊對不起可以讓開一下嗎?啊對不起可以接過一下嗎 啊對不起可以幹嘛?就發現我們 我們其實很常把對不起掛在嘴巴上面 在一來再加上我我覺得跟我們的成長背景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覺得我們的成長背景屬於這種比較權威式的教育 所以在我們從小到大的教育裡面 大人說的算嘛所以大人說的話 大人說的時候說啊你小孩子做什麼做什麼不對不對的時候 就會覺得啊對這一切都是我們小孩子的錯 一切都是我們的錯所以因為這樣子的思考下的話 會導致於長大之後會不自覺的對所有的東西都很抱歉 啊抱歉抱歉這個啊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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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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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所以通常我們常常掛在嘴上因為我們會覺得我們是禮之邦嘛 我們有禮貌所以我們在講話的時候就會比較客氣一點 所以我們習慣性啊只要稍微得罪一下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要得罪你啊對不起我不是故意要說這樣 啊對不起我不是幹嘛的 這對我們來說其實都是一個理所當然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但是一直到我搬到加拿大之後 我跟我老公在一起這麼久他也沒有糾正過我啊 所以我也沒有覺得特別奇怪的地方啊 所以一直是搬到加拿大來的時候 我不是說加拿大人沒有 我只是說這種現象在亞洲的時候更常見 如果你覺得中國人或者是台灣人感覺已經很常在講對不起了 那相信我還有一個另外一個民族 Top us up 他就是日本人 呵呵超級有禮貌 任何東西對不起要給你收錢喔 對不起我找錢給你喔 對不起我在... 呵呵 他們的對不起次數大概乘上我們的三倍到五倍左右 好嗎 所以anyway是一直搬到加拿大的時候 在跟老公的朋友聊天或接觸的時候 突然之間老公的朋友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那麼常在說對不起 然後我頓時間腦子就一片空白 我在想說你在講什麼 因為我們是禮儀之邦啊 我們會自然性想要為自己辯解嘛 因為我們是禮儀之邦我們... 我們文化是很有禮貌的文化或幹嘛 但是他說你不需要一直抱歉啊 因為這不是你的錯 你可以用很多方法表達你要說的話 可是如果很多人的英文不是那麼好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也沒有所謂的Google翻譯啊 那時候的線上就是對不起怎麼說 借過怎麼說 然後我們一定會找最容易講的話嘛 因為excuse me excuse me 有五個音節絕對沒有比 sorry 兩個音節更好發嘛 所以大部分英文不是很好人到第二國家的時候 他會用什麼話來代表他的抱歉呢 欸!借過一下對不起喔 對不起借過一下對不起書借一下 欸!對不起這樣 Sorr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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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I pass by? Sorry,Can I borrow this?Sorry,Can I do this? 所以會不自覺的讓很多可能是初學者 你不要說初學者我英文講那麼多年 我還是在用sorry啊 所以這跟英文好沒有 這跟我對你的文化不了解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理所當然的 理所當然的就會Sorry來Sorry去 Sorry來Sorry去 因為我們的文化背景的關係 因為我們的教育的關係 讓我們要以禮貌面對人家 所以Sorry來Sorry去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情 所以到這邊為止 如果有很多的外國人不懂的朋友 想要知道說為什麼亞洲人動不動就說Sorry 動不動在Sorry,Sorry是什麼意思的時候 告訴你 因為只有一個很簡單的重點 當你去查中翻音的時候 Sorry比較好發音 Sorry會比Excuse me還是Pardon,Pardon me Wait a minute,Wait a second,Sorry can I pass by? Um,Can I go through? 會比這些東西還要好發音 這是為什麼大部分的亞洲人會說Sorry的主要原因 好,現在再回到版主在加拿大的生活 在加拿大過了一陣子 生活了一陣子之後 我嚴嚴重重的發現 Sorry對他們本地人來說 其實是一種掏心掏肺的感覺 什麼叫掏心掏肺的感覺 撞到人的時候你的心不需要掏出來 所以不需要說Sorry 掏心掏肺就是你由衷的感覺到你真的對不起這一件事情 對不起你所做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心有被觸碰到的時候 你才會用到Sorry這兩個字 要不然大部分的狀況下你其實可以用Excuse me,Pardon me 或者是任何的情況Can I pass by? 來代表你所要講的事情 而不是一直Sorry來,一直Sorry去 現在這個第二節是告訴大家 抱歉有很多種的方法可以講 不需要總是在跟人家抱歉 把心掏出來給陌生人說對不起 我是真心的對不起 那種感覺就是啊對不起接過一下 不是,當你在說Sorry的時候是 我真的很抱歉的必須要經過一下 可以嗎?真的不需要把心掏出來 所以如果你們很多人在初學英文的話 會發現說啊我又要跟人家說對不起 抱歉的時候Sorry就盡量少用 因為當你要掏心掏肺的時候 再把Sorry拿出來用 心妹要掏出來 肺沒有挖出來的時候 Excuse me 跟Pardon me 基本上就夠用了 所以現在進入主題 結果廢話講那麼多 呵呵 主題還是沒有進入 主題就是解釋了前面兩個之後 現在我們來討好的思考一下 這種習慣性道歉的態度 這個態度 版主我希望你花個幾秒鐘的時間 幾分鐘的時間好好的思考一下 自己的嘴巴上 其實是不是也是常常掛著 對不起、對不起、不好意思、對不起、抱歉、很抱歉 是不是也是常這樣掛著、掛在嘴巴上面呢 如果你也是這樣子的人的話 聽好 人的言行舉止會不自覺的反射出他們內在設定 也就是說你的內在基本上也是有那種 覺得自己必須要承擔一切罪責、承擔一切罪過、承擔一切犯錯 的時候你才會一直把自己、自己的嘴巴說抱歉、抱歉、抱歉 抱歉的背後叫做這都是我的錯 你知道嗎?這都是我的錯 都不是你的錯都是我的錯好嗎? 全世界都是我的錯 所以這種情況下的時候 往往在任何環境底下的時候 你們會讓自己不自覺的進入到一種被害者的角色 也就是說你常常在抱怨說為什麼你的人生不順遂 為什麼事情都沒有造成你要做的情況來講呢 情況發展呢 因為你的心態上是不是在不自覺中 讓自己養成一種受害者的心態 也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罪過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抱歉 所以我覺得我需要道歉 我不是這樣子就告訴你們你們就可以不要有禮貌 這是兩件事情 而是你們或許可以思考一下用外國人的方式 道歉有很多種方法 Sorry 不需要一天到晚掛在水上 可以接過一下嗎? 嗯... 我要過去一下你... 嗯... Excuse me, pardon me 嗯... Hey! Hello! 你有很多的方法可以表達你真正想要的到底是什麼 而不是一天到晚把對不起掛在自己的嘴巴上面 因為你的人生沒有對不起誰 你只有對不起你自己 你知道嗎?在尊重潛艇之下 在沒有傷害到人的情況底下 你沒有對不起的人 你只有對不起自己的生活 對不起自己的靈魂 對不起自己的生命 可以嗎? 所以如果你剛好不小心又抓到自己 常常把這樣子的口頭禪掛在嘴巴上的話 那版主我建議你要不要思考一下 去把這樣子的口頭禪改掉呢 它雖然改掉不是一個很快的... 很快的事情 但是通常就像我說有覺知 覺知才有辦法進化 進化之後才可以改善嘛 所以先從覺知開始 先抓到自己是不是有這樣子的習慣 如果有的話是不是可以不要一直在講sorry了 因為sorry不需要把心掏出來 因為如果我天天把對不起掛在嘴巴上面的話 除了讓自己訓練了受害者的心態之外 你們可能沒有意識到太常把對不起掛在嘴巴上面的時候 當你有一天真的要掏心掏肺的時候 真的要去跟人家道歉的時候 你的對不起好像一點意義都沒有了 因為人家已經聽習慣了 你動不動就說對不起的人 你現在又在說對不起有什麼用呢 如果你的行為沒有改變 如果你沒有做什麼事情的話 你再道歉個幾百次也沒有用啊 你沒有常聽到這樣子的話嗎 所以給大家做個參考啦 如果你要讓你的道歉變得有意義的話 或許現在就要開始先給他鋪個路 先讓他有意義的時候再把這樣子的字拿出來用 那等到有一天你真的有心想要掏心掏肺 可能是要挽留你很愛的前女友 可能是你要去跟你的父母道歉 可能是你真的想要跟你很好的朋友 嗯... 在和好如初的時候 那個時候或許道歉他會... 才會真的有他的意義 好嗎?所以anyway給大家參考看看 Again如果你喜歡我的直播的話 歡迎你隨時加入我臉書的直播行列 還是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還是去我網站ruowen.com TiaLen我們下次見 Bye Now!